米芝莲餐厅指南 跟那个卖车胎的米芝莲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事实是相当密切 116年前 第一本米芝莲指南由米芝莲轮胎公司出版 免费送给客户 动机很单纯而且实际 令到客户更多开车到法国各地旅行 这样就可以卖多一些车胎 当时的指南并没有介绍餐厅 而是有关汽车维修店 地图 景点 诊所等等的介绍 每年出版一本 免费提供给客户 但是有广告 后来因为不想变得商业化 取消广告 开始提供独立 而且客观的资讯 增加美食餐厅的介绍 请专人身次在餐厅秘密评估 变成今天被形容为 令饮食界梦寐以求的肯定 虽然也有人说是虚名